疫情在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变化 现在连科技大厂都有自媒体 一场疫情阻断了人与人实体面对面的机会 让沟通变成数位网路化 这里是工研院耗资数百万打造的专业摄影棚 目的是行销行科技 因为消费者的行为的改变大陆宅在家里 所以企业的行销也要改变要符合 他们宅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节目 所以企业都是把它变成一个自由媒体 像直播还有podcast 还有像现在很夯的clubhouse 新技术都能直播上线 与观众靠网路来连结 从绿藻提炼出的下烘素 变身保健冰淇淋红色的外观 透过荧幕吸引观众留言按赞 这样的策略在疫情之后 各大企业都不得不跟进 我是主持人来自台积电人资部的柯柯 很明显的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 今年自拍的宣传影片 在各大网路平台上出现不少 而另一大IC设计龙头联发科也不约而同 在近日推出各种主题的自制影片 行销学之父柯特勒直言 这时代已从适应数位化进展到 不得不使用数位行销 这家老字号的IC设计公司盛群 正在为10月份的新产品线上发表会做准备 工程师把产品一次排开 未来他们不只要会设计晶片 还要学会自拍影片 还得对着镜头介绍新产品 因为新冠肺炎加速 行销5.0时代来临 记者朱约英雅云哲新竹采访报道